欢迎来到K教室 相信大家小时候都听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爸爸妈妈说过 不要再吃饱后逃跑跳跳 或做剧烈的运动 因为食物会掉进盲肠 造成盲肠炎 其实这是不正确的 被一般人称为盲肠炎的东西 实际上是叫蓝尾炎 很多人都误会那是盲肠 但是这两者是不同的情况 盲肠是大肠的一部分 蓝尾则是在盲肠过后 多出来的一小节 它们并不相同 治疗的方法也不一样 蓝尾炎一定要手术切除 而真正的盲肠炎不必动手术 吃药就能好 除非它以炎种到周围都发黑 那么那时候就要切除 一部分的大小肠和盲肠 蓝尾炎的长度大概是5-7.5公分之间 阔度则是3-5毫米 认真来说 蓝尾炎在人体是没有功能的 它算是退化的器官 但对吃草的动物 蓝尾则用作消化纤维 蓝尾炎并不是一种传染病或是遗传疾病 发生前通常不会有征兆 蓝尾炎发生的主要原因通常是盲肠肠道肿脏或受阻塞 会造成盲肠阻塞的东西包括果核、粪食、寄生虫等等都有可能 如果此时再加上细菌感染 就可能会引发蓝尾炎 而一般急性蓝尾炎都比慢性来得快速及严重 一般发病三个月以内的蓝尾炎为急性蓝尾炎 超过三个月称为慢性蓝尾炎 蓝尾发炎后只能动手术切除 才能避免进一步的恶化、爆裂及造成生命风险 医学上并没有证明吃饱后跑、跳、运动会造成发炎 再说 范例及食物经过胃和大小肠 已被吸收和消化并成为粪便 因此也不会有范例或食物在剧烈运动后 掉进蓝尾的说法 它可以发生在任何时候及任何人的身上 蓝尾炎出发时和胃痛的情况很像 一开始会感到上腹中间微微作痛 并会胀风、呕吐和没有食欲 过了一段时间 痛感会从上腹中间移到右下腹 还可能有发烧的现象 这时就要怀疑是蓝尾炎了 和一般胃痛和腹痛不同的是 它的疼痛感是持续的 即使吃了止痛药都不会减轻 而且在初期也不会有腹泻的现象 蓝尾炎常常都会被女性误以为是胃痛、筋痛、卵巢有水流、肾结石或大肠发炎等 蓝尾炎持续发炎会造成蓝尾肿胀 当它肿到一个程度时就会爆裂 在蓝尾炎炎的那一刻你会顿时感觉没有那么痛了 但在12个小时之后又再恢复剧痛并会发烧 在蓝尾炎炎后肮脏的东西例如浓水就会流进腹腔里 这就会导致生命危险 如果爆裂了一至三天才去看医生 你的情况是还可以挽救的 但是如果爆了超过七至十天 浓水再腹腔久了 分分钟就会引起败血病 到时给你打抗生素都无济于事了 所以不要小看蓝尾炎 一定要趁早去看医生 这里是K教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